第1468集 一个多小时后,方平看到了玉龙天帝 这位古老帝尊看到方平的瞬间,便知道方平为何而来,苦笑道 人亡,玉龙天和人族非敌 玉龙天还收了一批人族弟子门下 啊,我知道,玉须子就是你们玉龙天的 我记得没错的话,我一个老熟人谭勇谭局长 进了你们玉龙天,你们可要好好善待这些人族 谭勇进了玉龙天,方平知道,实际上还是请示了上级 上级批准他去的,算是一个明面上的探子 当初六大天外天和人类合作,都收了一批人族当门人 方平当时也想借力他们,还分配了帝库入口给他们 现在这些人情况如何? 方平进来之前大战雄伟,各大天外天不敢造次 对他们还算不错,都进步飞快 至于现在,也没几天 想必哪怕人族有了点变故,这些人也不敢贸然翻脸 任王是来找寻圣人令的 啊,不错 啊,老朽倒是有一枚,七年巧合之下,在天坟附近捡到的赠予人王 也无大碍,不过老朽有个小小的要求,不知道人王可否满足 前辈直言,玉龙天帝看了他一眼,笑道 人间的华国有四步四伏,而今因为武王和人王皆是来自华国,四步四伏也算是人间的核心层 老朽有义子,禁忌真神多年,却是无寸进 老朽想替犬子讨要个人情,可否让犬子担任其中一部副部之位 当然,不涉及你人族核心决策 方平微微一愣,瞬间明悟 玉龙天帝这老狐狸终于开始投资人族了 之前六大天外天和人族其实是简单的合作,不涉及深层次的 可现在,显然这老狐狸改变了主意,让自己的儿子进入四步 看样子想趁机和人类加深合作了 玉龙天帝也是圣人级强者,和龙变一样古老 方平眼神闪烁片刻,笑道 好,我答应你 多谢人亡 玉龙天帝也笑了起来,很快交出了圣人令,极为痛快 也不久留很快离去 他一走,公圈子鸡朝道 这老家伙 花花肠子可不少 他自己不敢贸人介入 让他儿子进入人间 一旦有事 这老家伙 放弃他儿子 也不是不可能 无妨 这些人的心思我明白 不过如今,人族好不容易站稳了脚跟 哪怕无法彻底拉拢 也要让他们这些圣人不要轻易掺和起来 这些老古董随时都有可能晋级天王 也是一个麻烦 水灵一族已经和人类合作 玄德洞天这边也和人类有了合作 加上前辈,现在天外天当中也有人愿意合作了 这是好事 人族一直站下去,四方皆敌 虽然不惧,可毕竟死伤太惨重 公圈子微微点头 这是人族的事 他就这么一说 也不会过度参与其中 一旁李振闷闷道 还不错 有几分张涛的风范了 我还以为你会直接拒绝 一个挂职的副职其实影响不大 不过按照方平以往的性子 对这些老古董都没什么好态度 不翻脸就算不错了 方平笑呵呵道 毕竟是人王 也不能一直由着自己的性子来 不过话说回来 李司令 如今我教育部一门出了太多的强者 张部长和我都有天王战力了 李老师具备展地实力 吴校长成了决天 包括吴师兄 也是出自五大一门 方平看了李振一眼唏嘘道 哎呀 当初华国九品榜单 您可是华国第一人 哪料到 哎 李司令 您老 我觉得应该好好提升一下自己了 李振脸色漆黑 老子受了张涛一辈子气 你小子现在也这样对我 想当年老子可是华国第一人 现在 哼 李振哼了一声 李长生算不上是他徒弟 可他的确传说了自己的战法破功见绝 当初还只是六品镜的李长生 现在都斩帝尊了 让他真不是滋味 一旁南云月根本不说话 也不看方平 你当老娘不存在就行 当年的三不四伏 他真机不混得最惨 方平笑了笑 也不继续打击他们 边走边道 圣人令收集了十五枚了 老张他们那边应该还有 出灵皇道场也快了 可在出去之前 我还是有些事要说 什么事 方平回头看向剩下的人 半上才道 人类的绝颠强者当中 一定有一人是大教宗 和坤王是一伙的 我其实一直在想 这位大教宗是不是自己人 还是说已经死了 毕竟之前陨落了太多的前辈 有些事其实我不太想追究 在场的前辈都在为人族浴血奋战 不见任何人有犹豫 可是此事还是犹如鱼刺扎在了我心中 大教宗进入人族多年 当初在海上还想袭杀我 我是没死 可我还是记得 当日战死在那边的人族强者 八品镜都有人战死了 还是李司令的同族之人 此话一出 众人微微色变 李振臣声道 方平 现在不是怀疑谁的时候 哪怕 哪怕此人真的在我们当中 可战到了现在 就当他死了 他不在现身 那就当没有此人 就当他是当日背叛人族的那位 近来之前 有一位人族绝颠被叛了 还击杀了一位人族绝颠 后来被斩杀了 李振这么说也不意外 方平笑了一声 回头看了一眼 许久才到 既然李司令这么说了 有些事我就不再提了 不过 若是下次我再发现了端倪 我也不会属下留情 方平说把玉空离去 后方 众人都很沉默 大教宗这个家伙藏得很深 是不是真死了 他们也不知道 到底是谁 他们也不清楚 此人倒是 没怎么现身过 可邪教那么多年 也制造了不少血案 此事恐怕以后 还有说到 很快 方平赶到了 还在大战的战场核心 一到老张就抛过来一枚圣人令 这是天魁给的 龙辫也丢过来一枚圣人令 平与天地的 此刻 方平手中圣人令 达到了17枚 其中五枚还没练化 再有一枚 它就可以过半了 加上镇天王的天王印 那就是圣人令和天王印都过半了 五枚圣人令练化之后 达到500米应该问题不大 加上一枚天王印 可能能达到600米 当然也许也不够 方平瞬间盯上了几人 最好还能抢到一些 在这儿突破到600米之境 至于财富值 他现在迅速消耗 不敢多留 下一刻 方平忽然吼道 别管那条大雨 为杀坤王 不 为杀天拜 除非交出圣人令 否则全部为杀他 坤王脸色漆黑 你就逮着本王欺负呀 千王 没你的事啊 赶快滚蛋 要不然连你一起干掉 坤王 速度点 要不让天拜交出圣人令 要不 马上干掉你们 方平吼了一声 接着 看向躲在坤王后方的天拜吼道 天拜 坤王保不住你一辈子 你有圣人令 我迟早弄死你 你自己乖乖丢下 我看你弱小的份上 未必会对付你 你自己想明白了 坤王脸色冷漠 冷冷道 天葵 镇海 你们斗来斗去 方平既然盯上了 最后就算拿到了九黄印 你以为方平会放弃 此人收集这些 恐怕未必是为了打破九重天 而是增强自身实力 方平见众人都盯着自己 笑了笑忽然道 坤王 你不用一直针对我 你想让我说句实话吗 你 我其实还真没放在眼里 哪怕你破八也一样 光平八千年来 你一直在明面上活跃 都没能如何 我就没把你当成我的对手 镇海使也一样 光平他是条鱼 擦毛钉上的 我就没觉得有危险 镇海使和昆王都是面露凶光 他们两位破八的治强者 哪怕在上古 面对九黄四弟 那也是做上宾 绝不会是小人物 今日却是被方平笑去了 方平笑道 我说的可是大实话 你们要知道 现在现身的这些天王 我最忌惮的其实不是你们 而是红语 一个假冒帝皇 伪装帝皇三千年的家伙 一个当年假死脱身 让你们无视了他的家伙 一个统一了三季三千年 麾下强者无数的家伙 在帝界他收服了 天见天素这些人 当年帝皇神朝 还有大量圣人活着 帝库二王都即将正到天王 诸位 你们不会觉得 你们比他还危险吧 他自身什么实力 你们知道吗 昆王 别看他是你弟弟 可他比你要强多了 你是真废物啊 他差点可就真的正到城隍了 他还有什么后手 你们知道吗 搞不好过几天 他操控帝皇真心出现 我都不意外 要不咱们别打了 一起去试探一下红语 哪怕干不掉红语 把他手下的二王干掉了 这也是好事 要不然多了两位天王 你们真的放心 方平说着又笑道 还有啊 之前在空间战场 遇到了掌兵室 掌兵室说了 他是天庭忠臣 不会背叛天庭 新天庭成立 若是判你 那他当然要对付 可若是有帝皇许可 那就是正统 他会支持正统 诸位考虑一下 掌兵室破七还是破趴 都难说呢 红语这次进来 不会是为了九皇印来的吧 他都不知道这里有九皇印 可他还是跑来了 我看哪 恐怕就是为了掌兵室来的 你们信不信 此话一出 真天王微微凝眉 那家伙还真是老古板 红坤 你家老二到底有没有帝皇的传承 或是信物之类的 若是有 未必没可能得到老家伙的支持 你知道你老子的事 当年九皇就你老子最挑 又是拉拢三十 又是拉拢八王三十六胜 和你老子交好的强者 还不是一个两个 掌兵室和他关系也不错 你家老二若是真有什么传承和信物 获得他的支持 不是不可能 不是吗 坤王脸色变幻不定 方平笑道 扎兵室 红宇 两位破八 二王正道两位破六 月灵毕竟是他道旅 若也是站在那边 哼 又多一位 天机和月灵关系不错 再站过去 哦哦 强了呀 地窟那边还有九位圣人 还未必是全部 红坤 你要是再和他一伙 这三界不就是你家的吗 咱们还斗什么斗啊 那边 朕还使脸色铁青 清贺道 红坤 红宇真的有帝皇传承 黄道传承 坤王脸色再变 许久 冷冷道 本王不知 那你兄弟真的是一伙的了 方平说完 镇天王笑道 未必 当年红坤还卖了他老二呢 红宇恐怕心中恨极了他 我看哪 红宇正道皇者第一个干掉的 就是红坤 你信不信 坤王脸色再变 有些恼火 方平笑呵呵道 哼 也是 听说当年差点正道皇者了 结果因为秘密泄露 被人盯上了 干掉了 这坏人正道的大事 哪怕是亲兄弟 那也是血海深仇啊 昆王深深看了他一眼 半赏才道 无需刺激本王 他的事 本王不会再管 方平笑了起来 又看了看其他人 笑呵呵道 哼 那你们继续啊 我们去陪红宇玩玩 有机会干掉二王 给你们出口气 没人出声 方平黑黑直笑 朝老张龙辩他们视一眼 在这看什么热闹 管他们死活 去红宇那边出口气 之前二王出手 红宇夺走了他们 方平早就不爽 还不趁着现在 收拾他一顿再说 二王手中 恐怕还是有生人令的 红宇 你还跑 留下两条腿 今日老子疯了你 要不然咱们死战到底 找红宇不要太简单 灵魂道场不小 天王强者想藏身 除非你寸寸搜索 要不然找到的难度很大 之前方平和张涛他们隐藏 对方多位天王 也难以马上找到 不过找红宇 没必要去找他 找乱就行 乱是不屑于隐藏气机的 气机强大无比 加上高声叫骂中 方平很轻易就找到了 红宇所在的方向 至于天魁他们那边 镇天王在盯着 方平懒得在掺和 此刻 方平带着老张龙便 公娟子几人 踏空而行 闲庭阔步 相当的悠闲 一边朝那边赶去 方平一边问道 公娟子前辈 公娟子有些无奈 打断道 老夫不叫公娟子 老夫当年被人称为北海公 明娟 子也是外人的境称 苍茂不学无数 听话听一半 所以才叫老夫公娟子 公娟子很是无奈 老夫名字就一个字 娟 不是公娟子 可现在谁还记得他叫什么 都是苍茂这不学无数的家伙 干的好事 自己用了几千年的名字 都没人记得了 哦 公娟子前辈 方平懒得改口 叫习惯了 忽然改口多麻烦 继继续道 我们这些人当中 你们宗派界和天外天 应该对帝皇神朝都比较了解 洪雨真的是帝皇分身吗 老夫崛起的比较晚 帝皇神朝创建的时候 老夫还弱小 年纪也不大 龙边应该知道的比我多一些 一旁龙边闻言想了想才到 应该是的 差不多六千年前 当时还是混乱时期 三界大乱 那时候大家都以为 皇者已经全部陨落 四弟已死 乱世降临 混乱了一两千年 那个时期大战不断 乱天王这些人 都是那个时代崛起的 大家都很迷茫 对未来的迷茫 不信任何人